日本曾經紅旗一時的廣莫良子 他昨天有個爆炸性的新聞 他傳出來跟米其林的大廚 也是照片上這一位鳥羽周座 被周刊給拍到了 他們進出了約會的場所 還有包括飯店 是連事後出來的這個照片都有 但廣莫良子縱使 這麼多的照片都拍了 他說怎麼可能 我是三寶媽 我三個孩子 我不會做不倫的行為 他堅決否認 但他的經濟公司沒有挺他 他說經濟公司說我警告 你個人行為你自己要去承擔 他的老公也沒有挺他 他老公說我不予置評 然後隨後就點出了很多的蠟燭 大家也去支持他 聲援他 疼惜他 所以有沒有 這個答案已經非常明顯了 廣莫良子以前長得很清純 很清亮 通透 廣告女王 廣告接不停 大家都很喜歡他 但是這幾年他給人家的形象 給人家就 好像是肉食女的形象 比較強大 有七段的情史 包括大學時代交的男子 伊士谷友介 跟他交完分手之後 甚至還傳出 他有各種瘋癲的 一些行為的表現 2001年他男朋友是金子嫻 他的前夫是鋼澤高虹 有人說他是工具人 當廣莫良子想要脫離 演藝圈的這個羈絆的時候 借著跟他結婚 暫時脫離了這個演藝圈 結果後來他發現 演藝圈還是很重要 跟這位前夫的婚姻也就結束了 2014年婚外情的對象 佐藤健更轟動 剛剛講到的 他外遇的對象 鳥宇周作 現在在網路日本的網友上面說 他是同志界的板橋桓奈 剛剛講廣莫良子 號稱是日本20世紀 最後一位的美少女 而這一位喬本環奈 他號稱是日本千年一遇的大美人 偉翰 兩個都是很漂亮的日本明星 我都 因為我常看日本的影視 我都認識 廣莫良子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女神 他的感情這麼豐富 你看到左藤健跟伊士國友界 這兩個這麼帥 大家想說是不是 你什麼意思 你今天這個是鳥宇周作 你說行差很多 但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人家是米其林一星的廚師 梁哥我覺得您 如果以外型來講的話 當然是左藤健帥 左藤健最近還拍那個有沒有 但只是說他 但人家做的菜好吃 他可能不看外在 不是 但不要外貌 我是聽說他炒菜有個技術很厲害 他很會翻 是 沒有錯 我說說炒菜 梁哥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人家那個 管不了只說他沒有 還是要尊重他 他說他沒有 但是 請問三寶媽就不會不倫 這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我是三孩子的媽媽 所以我沒有 他意思是說我不會亂講 可是你要看他的經紀公司 沒有挺他 日本的經紀公司 對日本的藝人 因為周刊已經拍那麼清楚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樣 又牽涉到失聰的事情 就很難評價 不過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對於廣莫良子的記憶是 非常的深刻 就是他是很紅 而且也跟法國的 尚內洛拍了很多片子 也跟高昌正拍了 當時他拍法國電影的時候 盧沛松也曾經把他約去房間 一對一的指導他 有嗎 有 如果他有來駐台灣 他可能MeToo就會寫一篇了 我都只記得廣莫良子好的一面 他拍的電影都很好看 他當時非常紅 而且他年輕 只有17歲的時候 就上了日本的紅白大賽 紅得不得了 會演戲又會唱歌 他以前最紅的時候 甚至有一部戲 他演外星人 然後講話就 很奇怪的腔調 但報受歡迎 因為他實在長得太漂亮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有很多大家不能理解的 冥冥之中的力量 有一個男子因為他詐騙人家 車手要去領錢 大家設了一個陷阱 沒想到他發現說 有陷阱的時候 這個車手開車 準備要逃 結果後來撞到旁邊 萬應公的石獅子 就被逮捕下來 跪在那邊 這兩個真的太可惡了 車手真的是下地獄 那現在在泰國有這個神機 有一個知名的台灣的部落客 他PO出了他到泰國 有一個大地女神的神像 因為他的上身是裸弱的 他就去摸了他 有人就說這樣不 這樣子會有報應 但是另外一派就支持他說 他也不過就是一塊石頭而已 有什麼不能摸 但有些事情就比較離奇了 泰國的羅永甫 他們當地有一個巨型的 女海妖的雕像 但是現在新聞上 這個雕像有兩座 一座是這樣 一座是這樣 有一個男子在一年前他許願 如果未來之後我中了樂透 拜拜這個海妖 他說我中樂透我會還願 還願的方式就是回來 我用西雲的方式 西雲他的胸部來滿足海妖 後來他真的中樂透了 他就真的也還願了 做了他許願的那個動作 但是後來居然造成當地全村 離奇死亡五個人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蠶死 但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都跟海妖許這樣的願 他也讓你如願了 如果沒有還願 這不是會有更大的問題 加拿大也有出現一個狀況 有一名女護士 她們家住在溪流旁邊 有森林 她就裝了監視器 結果意外的捕捉了一個 讓她毛骨悚然的畫面 有兩位幾乎刺身裸體的女子 她們吃的地上這個是鹿的屍體 然後她很驚訝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難道是傳說中的女巫嗎 她很驚訝 我看 台灣的詐騙沒有人制服得了 這個萬應公 昨天才開始鄉後鼎盛 被詐騙的人 現在要不回錢 你看快是IMB25億 5000多個人 雖然曾應風落網 但錢拿不回來 大家也去拜拜 拜託萬應公 你看那個畫面跑出來 他警方埋伏是一回事 後來車手是開了這個 雙兵名車在追 在跑 他就撞到萬應公之後 卡住了 毛頭罩就落網了 所以其實這個一定會傳為 這個新聞其實反而是 馬仔 你還放心 他一般撞了其實是可以跑 這個車就好 他居然卡住了 對 他就是在那邊落網 所以萬應公 萬應公 現在所有被詐騙的人 詐騙遇到萬應公就會落網 這台中學 對啊 所以大家因為現在台灣 被詐騙很多 這個是詐騙的 他詐騙人家以後 然後他去取款的時候 警方 因為他要報警 他發現我被詐騙要叫警察來 結果萬應公的廟前 把時事撞到以後 那現在被詐騙的人可能都會去 對啊 我就說 這次新北市 大家可能就會去拜託萬應公 看可不可以幫幫忙 讓我被詐騙的錢找回來 讓詐騙友的人落網 我相信這個會傳為 台灣南北 大家都會去談話 台面這個話題 他要車手去 搖手機 搖手機 就不要做壞事啦 做壞事我是希望他不管怎麼樣 都會出狀況 我看他警察在最後的時候 他也開車開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喔 Deutsche